原标题范城成为权二胜诉杨超越男友女星 为P有整容郑军对流量歌少时吃食 一 插播一下 郑军太刚了主要这段发言 真的太刚了直接对现在音乐排行榜的公信力 都崩了还对了这些人的歌 说白了 就是使干什么不好偏偏要吃食这段话 再吐槽什么我就不过度解读了 一句话真的刚 我们可是敢怒不敢言二 范城成终于胜诉了 昨天范城成方公布了名誉维权案的结果 判决范城成胜诉 尤其是中间有一句话 范城成提供的证据 可以证明他和范冰冰世界地关系这句话 其实就已经证明了 不管告的是名誉侵权还是诽谤 范城成都只是范冰冰的弟弟 而非私生子这下 没人能再用私生子做文章了吧 三 杨超越男朋友 真的是韩国教练杨超越最近话题 真的还挺多关于他男友的话题 起源于游戏记录顺着游戏账号 扒到了杨超越的QQ 也扒到了杨超越的其他视频账号 根据这些内容扒到了点赞内容 扒出了这位男子 发现两个人确实很像男女朋友关系 不过网友发现的也太晚了吧 他俩都分手了一次 女星为PQ 整容有个女星有代表做的那种 也就只有那个角色大家记得住了他的PQ 是台湾已经结婚的一位男星 他真的特别喜欢这个男星 尽管男星只把他当PQ 他为了讨对方欢心 还是去整容了 现在脸僵了男星也结婚了 得不偿失啊 不 这位女星也被丈夫叫去做过 头发女星已经和丈夫离婚了 放心不是杨幂刘凯威 她其实也有点小心机 但始终没斗过自己的心机老公 毕竟男友在商场摸爬拱打那么多年 她没斗过就算了 还被男方以帮助她的事业为由 叫去陪了丈夫的事业伙伴 真的可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